我们把昨天煎鱼块米鱼块的头尾 今天做一道红烧 首先把尾巴去掉 头破两半 接下来去掉腮 去掉腮和肠 把这头里骨头剁两刀容易入味 鱼尾这里骨头也剁上几刀容易入味 鱼头鱼尾清洗干净 准备辅料 葱姜蒜辣椒 辣椒切斜刀 蒜拍扁 将切片 切点葱段 食材全部准备好 可以操作 锅热加油 先把鱼尾鱼头用油煎一下 先把鱼尾鱼头用油煎一下 葱姜蒜 葱姜蒜 红辣椒 不吃辣的就不需要放辣椒 加漏料酒 加点生抽 下漏清水 加点老抽 提一下色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煮5分钟 现在打开盖子 出锅前 加点盐 加点白糖 加鸡精 把汤汁 冷点鱼背上 出锅前 加点葱花 关火出锅 楼下吃 米鱼买成大的话 都可以分成 两种三种吃法都可以 今天一道红烧米鱼头尾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